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中美关系止跌回稳 进行了长达8至10个小时的密集沟通 这场会晤举行之前 双方都没有任何公布 而会后双方都形容 会晤是坦诚 深入 实质性 富有建设性的 事实上美方过去曾迫切寻求与中国接触 但中国一直以读不回 直到4月下旬 中美之间才开始逐渐打破僵局 中美维也纳会晤的登场 是否意味着双方已经兵士前嫌向前看 让美方说一套 做一套 以成惯例 打破僵局美国到底要如何做 拿出诚意赢得中国的信任 好 今天晚上凤凰圈圈连向 华盛顿现场有凤凰卫视著 华盛顿记者王宾如 北京现场有凤凰卫视著 北京记者尼小文 带来双方的最新回应 北京现场还请到的是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敬 南京现场有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 也将一同分析 指跌回稳后的中美关系 何去何从 李一帆的追踪报道 关键时刻 中美又进行了一次特别接触 10号至1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王毅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 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 中方严正立场 双方还就亚太局势 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 中方称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 指跌其稳进行了坦诚 深入 实质性 建设性的讨论 双方同意继续用好 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而美方称 这是一次坦诚 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方期待在未来几个月内 与中方有更多的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会晤前 中美双方均做了严格的保密工作 简直可以用事发突然来形容 有匿名白宫高级官员会后透露 双方进行了长达 8到10个小时的交谈 极不寻常 而这也是无人飞艇事件后 中美最高层级的会晤 美国借题发挥 今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 自导自演了一场中美外交危机 其后美方各路官员 对重启对华交流 显得相当着急 用美媒自己的话说 拜登正不顾失去筹码的风险 在外交 经贸甚至国防层面 急迫寻求对华全面接触 并对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话乐见其成 近一个月来 中美高级别官员频繁互动 外界认为 这次王毅与沙利文会晤 或为中美元首通话做铺垫 然而 在俄乌冲出持续 他还紧张加剧的背景下 尽管美媒不断放风 释放与华对华意愿的信号 但见惯了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中方则显得相当淡定 残得打破外交僵局 缓和双方战略僵持 由需美方拿出足够诚意 端正对华认知 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王毅与沙利文会晤 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解冻 迫切群接触 反映拜登政府当下 何种对华政策 中美打破外交僵局 对世界局势带来何种影响 特别接触重新开始 好 维远娜会议到底有何意义 接下来的中美关系 到底何去何从 相信是各方最关注的焦点 好 首先连线一下 驻华府记者宾如 我们来了解一下 美方对于这场会晤 有何评价 好的 杨书 那么这次会晤 当然是引起了 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那么前美国国务院的 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就进行了一个 非常全面的分析 他说在历史上 美国国安顾问 与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员会晤 其实一直以来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美国的国安顾问 是距离美国总统 最接近的一个人 那么现在沙利文和王毅的 这条沟通渠道 也是中美目前最为重要的一条 高层交流的渠道之一 那么这次会晤是刻意 刚才提到选择了避开媒体 也显示出了双方 这次在处理这次会晤的一个 谨慎和务实的态度 就连奥地利方面也透露说 他们是在前几天才接到通知 说这次会晤要在维也纳举办 然后美国的白宫官员 在会晤就表示 双方这次是意识到 沙利文和王毅会晤的一个价值 所以都愿意选择在第三国 那么在非常时间 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进行了这次会晤 那么在会晤这次的成果来看 美国方面就有分析认为 在重大的问题上 中美双方这次其实并没有 做出让步 因此外界所期待的 无论是中美元首通话 还是布林肯重新安排访华 也许没有我们预计的 来得这么的快 那么这次会晤的一个重大意义 其实是在于 美国方面希望能够 从击落中国无人飞艇这件事情 翻篇能够继续推进中美关系 那么美国的白宫官员就表示说 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提到了 进入中国无人飞艇的事件 并且都是认为 这次事件非常不幸 那么现在美方是希望能够 重新建立一个 中美之间标准 常规的一个沟通渠道 但是现在的问题的癥结 就是在于 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一个 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 那么当初想说要访华的是美国 不想访华取消形成的是美国 现在说又要重新安排 访华形成的还是美国 所以解铃还去吸引人 美国还是需要拿出一个 与中国对话的诚意 确实是 就像中国所说的 假破疆局 关键要看美方拿出怎样的诚意 好 这次会晤 确实是保密到家 那么看到各方 对于这场会晤的举行 也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来看看中方的反应力 和连线驻本音记者 李小文 小文 这场会晤举行之后 中方又作何总结和回应 好的 杨叔 这次王毅和沙利文的会晤 整体来说其实是比较低调的 首先事前双方其实都没有发布任何的消息 而且现场也都没有邀请任何的媒体 不过从中方在会后发布的消息稿来看 我想也是释放出了非常明确 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我想就是最后一句话 也就是说 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我想这是近期 中方有关保持中美沟通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也就是中方是愿意保持这种 双方外交官之间低调的 但是又非常深入的探讨 那据美方称会谈 整体是持续了有八个小时 那双方也都形容 这次讨论是坦诚的 实质性的 也是建设性的 而且呢 这个中方的消息稿中还说 双方讨论的话题 就是围绕推动中美关系 要排除障碍 止跌回升 那虽然消息稿当中 没有提到更多的进展 但是这确实是近期 中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 一次最为明确的表态了 所以有关你刚才提到的 美国寻求对华接触 中方的态度而言 我想首先从中方这次的消息稿当中 我们是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积极的结论的 不过呢 也要注意的是 在中美接触的问题上 其实中方此前的态度 也是非常一贯的 也是非常明确的 其实就在昨天11号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呢 也是刚刚对这个问题 做出过回应啊 那他说美方是不能 一方面要讲沟通 一方面又不断地对中国打压遏制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那中方也是再次敦促 美方要尊重中方的底线 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所以我想后续 中美沟通的效果如何 能否持续 那很大程度上也要看 美方的行动是否有所改变 或者说双方能否在处理 这些分歧和矛盾上 达成一些共识 杨树 好 谢谢小文 马上在上海现场请出的是 上海外国医大学 特别教授黄敬先生 其实很多人对于 这场会晤的登场 感到来之不易 因为如果没有飞艇事件 打断中美关系交流的节奏的话 可能布林肯早就已经访华 而且中美关系要着正常的节奏来进行了 但是节外甚至已拨三折 但最终呢 我们看到中美双方 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 不知道您对这场会谈的意义和成果 是如何总结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这场会谈的象征性意义 要大于实质性的意义 为什么那么说呢 尽管双方进行了八十十个小时的坦诚 有建设性的认真的会谈 但我们看到 不管是中方的发布的稿件 还是白宫发布的稿件 都没有提到 也没有提到 谈到哪些具体的问题 当然台湾提到 其他也定案的达成哪些结果 或者意向都没有 但是呢 它为什么象征意义很大呢 象征意义在于 第一 两个大国是能够 也应该进行交流的 毕竟这个世界 不是属于两个大 是大家一起要才能和合的 第二呢 美方尽管对中国进行 中央打压 遏制 制裁 所谓的这一系列的 所谓的 让中国感到很不愉快 甚至有反华的动作 但是呢 中国还是愿意 应美方的邀请 跟美方进行交流的 那第三呢 也向全世界表明 实际上很多事情 尽管中美处于这种 所谓 由美国挑起的竞争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中美之间 是能够交流的 并且是必须交流的 并且交流呢 也是一些重大的 国际议题 在中美 没有中美 至少没有中美沟通 和协调的方向 是很难得到解决的 那么这一点来看呢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 尽管现在双方的关系 不是那么很好 但是呢 也是有这个能力和医院 进行交流合作 但具体下面怎么走 那还要看下一步 双方是怎么跟进了 好 南极大学的朱峰教授 确实就是中美的学者 对于这场会晤的积极意义 都是给予了肯定 但是对于会谈的实质成果 到底是相争意 还是实质意义的 出现了一些分歧 您的看法呢 好的 杨树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我觉得这次的中美 维也拿会晤 既有相争意义 又有实质意义 那相争意义就是 我们都知道 这个1月份 2月份的这个飞艇事件 确实给中美关系 带来了新的 这个我们说非常重大的 这种外交和安全的打击 如果这样一个意外事件 进一步的升级的话 确实对中美关系 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我们说这种煽动性的 甚至说我们说 破坏性的一个事件 那这次的这个重要的 象征意义就是 在飞艇事件之后 双方中断的高层对话交流 终于又重新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象征着今天中美双方 都希望能够回归 两国关系处理的 这种理性主义 或者务实主义 但是我又认为这次对话 确实有它的实质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中美关系的 整个大环境 大格局 大背景 事实上就是美国 对中国政策的质变 美国对中国的变脸 所以这样一种质变的 美国的对华政策 和变脸的美国 对华打压的这种策略 战略 是不可能一次对话 就完全实质性的改变的 但是问题是 今天中美关系 事实上有一系列的需要 使得关系稳定资损的 这种我们所谓议题的 这个交换包括彼此的意图 和政策的这个内涵的 相互的这个正确的 合理的解读 所以这次的双方的对话 能够持续八个小时 而且中方也表示 这一战略性的管道 要进一步用好 这恰恰是在今天 整体关系趋于紧张的 这个大格局状况下 中美的相互交往 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 实质性的形式和层次 好的 好 我们看到了这场 维也纳会谈 其实是标志着中美之间 因飞艇事件而中断地交流 重启双方的这个 冰冻关系进步的解冻 但其实在维也纳会谈之前 就早有铺垫 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早在4月20号的时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就应约 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双方就中美地区 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被视为中美高层 重启互动的一个分水岭 紧接着5月8号 中国国务员兼外长秦刚 在北京会见了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秦刚将两国关系描述为 再遇寒冰 并批评了美国的对台政策 5月11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也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方放风 说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计划本月底 在APAC会议期间 与王文涛会面 5月10号至11号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在维也纳会晤 这也是无人飞艇事件之后 中美之间最高级别的一次会晤 好 马上请教的是黄敬教授 我们看到其实 飞艇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一直迫切 想要和中国进行接触 但中国一直是以毒不回 不太搭理 直到4月下旬 刘建超见了伯恩斯之后 才慢慢地开始铺垫 逐步开始冗兵 我想请问的是 美国迫切想要 跟中国接触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知道 美国马上就要面临的 下一任的总统大选 而拜登总统要连任的意向 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美国现在 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分裂 所以拜登也想基于 在和中国的交往上 毕竟在美国现在的 对外政策当中 中国是最重要的一块 也就是美国很多对外政策 是围绕着美中关系展开 那么如果在中国方面 它能够有所获得 有成就的话 这对拉台 它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 和这个事态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知道 自从习近平主席 访问莫斯科以后 又和泽林斯基总统通了电话 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 是愿意中国提出和平建议 进行一些动作 就是有讲和的意愿 而欧洲在这方面 也是保持一种积极的沉默 欧洲尽管什么意见没表示 但是我们从马克龙 书尔茨甚至封德莱恩的 一些讲话中 我们也看到 欧洲是乐见中国 在俄乌冲突中 起到一些积极的护卖作用 这样一来 美国作为俄乌冲突的 一个始作俑者 一个推手 就感到有点被动焦虑 因为毕竟美国认为 它才是主导俄乌冲突的一个 主导者现在觉得 好像是替他人做价一场 美国想积极地 把自己拉回到 世界事务的中心来 那么第三点 我们都知道美国最近 由于它接连的加息声表 导致美国的通胀 特别是导致了 美元的购买力的下降 那么加持美国 在美元武器化上的一个 非常极端的做法 使得世界各国 纷纷有了一个 去美元化的动作 那么同时 对人民币的要求 也分分提高 就美国在维持 全球金融稳定上 防止全球金融的海啸上面 又有了巨大的压力 它也要和中国沟通 那么最后一点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也看到 中国的态度 是非常鲜明的 非常强硬的 所以它也为了防止这个冲突 所以美国在各方面 都急于要和中国进行沟通 要所谓的 要做出一副 它还是世界领导的作用 并且也确实 它也意识到 在很多问题上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 是很难解决的 这是我认为它 提醒了中国 恢复高中交流的 一些客观的原因 好 中国相信也看到了美国的急 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些需求 过去一直是已读不回 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一大原因就是 其实中美包括元首级别的沟通和交流 都已经很多了 但是每一次元首达成了共识 指示下面的团队去落实的时候 就一定会节外生枝 发生很多这个幺蛾子事情 就导致这个事件 朝不可预测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很多人就忍不住要问 到底拜登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 说了算不算 这个来请教一下宾如 到底美国内部 现在对华政策是否一致 谁说了算 现在拜登政府可以说 在对华政策方面 底下是暗流涌动 那么就在昨天 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是揭露了一些 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细节 就是在美国击落 中国无人飞艇之后 美国国务院是主张推迟 针对中国关于人权的相关制裁 以及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还有其他的一些敏感的行动 希望能够降低中美关系的损害 那么美国国务院负责 中国事务的副主理国务卿 沃特在2月6号的一封内部邮件中 就写到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指示 是推动除了气球事件以外的 其他行动 这样美国国务院好专注于 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来进行回应 那么报道还称 由于美国国务院推迟了 针对中国的行动 因此损害了美国国务院 在去年12月建立的 这个China House 中国办公室的士气 而现在美国国务院 负责主导对华政策的负责人 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委派的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舍曼 那么舍曼主张呢 在他的主张是要淡化 气球事件的影响 以此来推动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在整个美国政府 对华政策的这个矛盾 不仅仅是存在于 部门内部之间 还有各部门的相互竞争 以及拜登与内阁之间的矛盾 比如说美国的财长伊伦呢 是主张取消对华关税 但是拜登呢 他现在仍然坚持对华关税 但是最后一种矛盾呢 是最可怕的 就是美国政府深层政府 与拜登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件事情呢 就凸显在了 当时2月份 击落中国无人飞艇 释放的消息 试图阻挠布林肯访华 因此呢 美国深层政府访华 势力与拜登之间的矛盾呢 其实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 好 看来中美关系 真的达到指跌回往 还有重重战 我们看到这次 维也纳会谈的登场之前 其实中美双方就做了 很多的铺垫 包括一个多月之前呢 包括中联部部长 中国外长 商务部长密集 接见了美国中华大使 博恩斯 博恩斯也向中方 转达了美国迫切寻求 和中国恢复接触的意愿 好 最近消息 我们继续连线的是 祝北京记者您小文 小文你好 我们知道你其实不久前 也独家专访了博恩斯 据你的了解 他到底对美国对华 接触的意愿是怎样的 是否有足够的诚意 你们之间互动之间 有什么细节和感受 你们分享 是的 杨树 那美国中华大使 博恩斯呢 是在5月3号的时候 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那这也是他上任以来 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所以我想 首先在这个时间点 他愿意接受 中国媒体的采访 那本身也是希望 向中方释放出信号 那他在采访中 也特别提到 虽然中美之间 是有很多分歧 很多矛盾 但是保持见面 保持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次采访呢 也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和博恩斯来对话 那他我们都知道 是一名这个职业的外交官 和媒体打交道 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 所以整体上的采访 感觉上呢 他既表达了 美方主张 这种保持沟通的 基本态度 那也对中美人文交流 和经贸合作 也释放出了 比较积极的信息 而且我们看到 他上任一年多以来 也走访了 中国很多的城市 同很多的机构 和学界交流 他自己也说 两国之间的健康关系 很大程度上 就是基于这种普通人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 所以这是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 而就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 也就是5月2号 其实博恩斯 也视频出席了 美国这个 史听生中心的一个活动 那他在这次演讲上 也做出了 更为明确的表态 就是说 美国已经准备好 和中国来进行高层对话 而且说 美国从不支持 美中关系的冻结冰冻 那这些表态呢 我想都是来自美方 一个非常明确的 寻求对话的信号 当然你说到 是否有诚意 那么还是那句话 听其言 观其行 杨树 好 接着请教的是 朱峰教授 确实啊 就是中国对于美国 说一套 做一套的做法呢 已经非常习惯了 就是过去 每一次达成共识 但是接下来 更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件 导致中美关系 朝不可预测的方向 去发展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一次 大家都同意 指跌回稳了 那问题是 回稳到什么程度 您觉得现在中美关系 可以说回稳到 气球事件发生以前吗 接下来有哪些 观察的焦点 好的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对话 可以说是 在很大程度上 象征着这个两国关系 确实可以回到 气球事件之前 因为之前双方 有一系列的沟通管道 期待与重新启动 而且另外一点 就是布林肯 也会来北京进行访问 这些具体的安排 对于双方 坦诚的交换意见 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是 今天中美关系的 大的战略背景 那就是美国国内 左中右一致 要强调对华战略竞争 而对华战略竞争 就是对华的打压 遏制 甚至我们说这种 想要打残中国的 这种基本战略意图 所以现在中美关系 止跌回稳 我们说这是使得 双方关系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可管控 能够避免进一步恶化止损 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但是中美关系 无论是这个管道如何的 去设计去设置 中美关系要想实质性的 走向稳定和改善 恐怕还要假野时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气球事件之后中方坚持 你美国要和中国对话 可以 但第一你要表现出应有的诚意 第二你应该正确地解读 中国的内外的政策意图 如果你美国只是把对话 作为刚才黄敬教授所说的 给自己的美国国内政治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来做一些所谓装饰 来做一些所谓 我们说这种天油加彩的 这样一种国内政治的需要的话 那这样的子跌回稳 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 好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中美之间要真正打破僵局 看美方拿出怎样的实际行动和诚意 好 接下来中美防长 会不会在新加坡会晤 就是一个实际时 非常谢谢各方嘉宾记者 就有维也拿会谈做的深入分析 也谢收看全球连线 下周见 我们看到了一个继续的继续 我们知道有继续的 外国人的继续 我们是要更加坏固定 在我们的 massa中间 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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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